大家好,我是杭州闪电队的DPSPanApple 今天我会教会大家如何科学的提升枪法 这将是一个让你在枪法上能有巨大提升的训练教程 以及英雄技巧教学 大家如果认真把这堂课听进去了 我相信你们都能快速成为香兰 很快很准的那种 今天的教学分为四部分 先来讲一下我的游戏参数 首先我用的是240Hz的显示器 NVIDIA Reflex我用的是启用加中强 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是晒开了我也开 我的图像质量我开的是全低 抗拒室质量的话我开的是低 因为把抗拒室关闭的话 我看着那个游戏的人物会很难受 下面这个色盲选项 我有方界面颜色我选的是浅蓝色 因为浅蓝色比蓝色要好看一点 下面来讲一下我的灵敏度 我的DPI是800 我在游戏里是5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准心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黑圈 因为我之前打OC的时候很喜欢S 然后就一直在用这个准心 然后我S的开净灵敏度是55 黑百合的开净灵敏度是45 然后黑百合这个抓勾灵敏度 我设的是60 用100的话有时候它会抓不到我想要的地方 所以我就调低了点调到60 灵敏度这个东西的话因人而异 你不一定非要去学某个人 就是你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灵敏度 就你可以平常练枪的时候多去调一下 调到最舒服的那个灵敏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的灵敏度也是经常改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天气嘛 就是经常会下雨 有时候下雨天的话 鼠标垫会很潮湿 我就会把我的灵敏度 在前一天的基础上调高一点 但是这个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我平时练枪的房间就是这个哈网了 因为这个房间就是 你点进去直接打就行了 就不用有那么多复杂的调试 然后这个房有一点好处就是 在你想做对某一个英雄的 针对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英雄 就调成只有那一个英雄 你可以只打那一个英雄 就可以更高效地练习 比如说我在练枪的时候 会把所有对面的英雄都调成闪光 因为就枪位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闪光 闪光这个英雄很好切枪位 所以你如果每次对面闪光过来 你都能把他打死的话 就可以提升你的存活率 接下来是第三步 找到适合你的瞄准方式 我认为的瞄准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跟枪 第二种是甩枪定位 第三种是架枪 黑白河和艾石是比较远距离的英雄 可以提前预测对面出来的位置 这样先架枪的话 击杀率比较高 艾石由于对面闪光会经常来切 对面闪光会经常闪到你的侧面或者后面 所以这时候你用跟枪或者架枪 都不是很好打死他 所以这时候推荐使用的是甩枪 因为卡西迪是一个比较中近距离的英雄 我觉得跟枪会比较稳一点在中近距离 所以我平常用的是跟枪 现在是最后一点 各种枪位英雄的小技巧 枪位英雄在团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位置 要保证自己的存活 然后在团战的时候要尽量站在团战的侧方 而不是正面 比如说对面有温斯盾或者莱因哈特的那种阵容 他在正面举个盾 你如果在正面点他的话 你是造成不了什么十字性的伤害的 这会儿如果你在侧面的话 你就可以点对面的侧身 如果对面把盾朝向你的话 你的队友就可以去打他们的侧身 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枪位英雄的小技巧 首先是黑百合 黑百合有个毒雷这个技能 它可以防止对面绕后的裂空 然后我看有的人玩黑百合的时候 他的毒雷都是乱丢的 没有丢到正确的位置上 比如说这种地方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面闪光一般都会从侧面 就是这里绕过来 我们可以把毒雷丢在这个地方 或者再前一点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回去架住正面 然后侧面就有这个毒雷来看 如果这个毒雷被拆了 或者炸到那个闪光了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 黑百合在某些特定的阵容 和特定的地图里 它是不是特别好用的 但是对面如果用黑百合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更换为黑影 去恶心对面的黑百合 落后 然后去单切掉对面的黑百合 这样它就被我们恶心了 如果它还不换的话 我们后面可以继续去堵它的门 继续去恶心它 然后把它形态搞疯 下面是艾什的教学 艾什呢它有一个连招 就是一发右键中间可以穿插三发左键 可以打出很高的爆发伤害 但是平常的时候不建议用这套连招 就是平常POG的时候 不建议用这套连招 这套连招呢仅限于 比如说你贴脸打近战的时候 比如说对面闪光啊 对面原视 对面醒醒跳到你脸上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一套连招去打一个爆发 把它们打死或者把它们打跑 平常的时候呢 我的建议是多用右键 少用左键 因为这样能提高你的伤害 然后你的爆破也会冲得更快 还有一点就是 艾什的左键是有扩散的 它在打三发之后 它的左键会开始扩散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丢了颗雷 如果你想用左键去点一颗雷的话 它有可能会因为扩散而点不到 所以我的建议是 点雷的时候还是多用右键 下面是卡西迪 因为卡西迪这个英雄有个很强的技能 是它的闪光弹 这个技能呢 对那些狗卫英雄是很致命的 所以你玩卡西迪的时候 可以应在一些小角落 就那种小拐角 比如说你听到对面闪光 或者原视的脚步了 你就可以丢出去一颗闪光弹 然后把它们杀掉 一局中多来几次 对面心态就会爆炸了 然后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想阴的话 最好要阴在一个 就如果失败了 但是还能逃跑的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 玩卡西迪的时候 如果你用闪光弹 晕住了对面 一定要6点 不要想着用左键点头刷数据 如果你想用左键点头刷数据的话 就有可能会像这样 被对面反上 直接被降下神法 下一个英雄是伴杖 因为现在伴杖的E改动了 可以弹一次墙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些小机场 如果对面正面有狙的话 你想给它那边射个视野键 你跳出去从正面射的话 很容易被它狙死 所以这时候 就我们就开E 描这个地方 然后按Shift 把视野键就可以收到它脚下了 然后这里 比如说对面全走了 右边这个房间 你如果从正面挤出去 往那射个视野键的话 很容易被对面的急火秒掉 我们同理也可以用E和Shift的主要 把视野键弹到这个地方 然后同理 很多地图都可以用到这个技巧 大家可以自己去摸索 今天的枪位瞄准技巧就交到这里 大家是学会了还是学废了 希望大家能在弹幕上说出来 另外我更希望的是能够看到大家在弹幕里发出学成规来 觉得学到了的小伙伴可以一键三连 希望大家都能通过我的教学 提升自己的瞄准水平 成为一个枪男